欢迎回来台视五间新闻 美国太空探索公司SpaceX 21号载人上太空 这次也创下记录 其中一名组员是史上第一位沙鲁地阿拉伯女太空人 而另外三名组员则包括了沙国空军飞行员 前NASA太空人还有美国商人 四名组员预计会在国际太空站待10天 从事约20项实验再返回地球 火箭缓缓升空 太空中心响起掌声 美国SpaceX的猎鹰9号火箭 21号傍晚5点37分 从佛州跋涉升空 这次载运四人上太空 其中一名组员是史上第一位沙鲁地阿拉伯女太空人 创下记录 这次是由SpaceX执行的私人任务 是太空基础设施开发商公理太空公司的公理二号任务 首位上太空的34岁沙国女太空人巴纳威 是癌症干细胞学者 另外三人则分别是前太空总署女太空人惠特森 美国商人肖夫纳以及沙国空军飞行员卡尼 沙鲁地阿拉伯上一次上太空 是苏尔坦亲王1985年参与发现号太空所任务 这次巴纳威和卡尼则是第一批上太空的沙鲁地公民 这四名组员在飞行16小时后 22号早上抵达国际太空站 而太空站已有一名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太空人 代表有三名阿拉伯人同时进入太空 也创下记录 而这四名组员预计待上十天再返回地球 综合报道